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浪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施抗疫,拼经济,反网布 好,今次就讲讲一个新而英的黄友新牌子 他也经常分享自己子女入学的经验 他就很严重了,为什么呢? 有机会被人控告 为什么呢?因为他新牌子 小路出大路的时候就看不清部车来 就撞到别人的车头 整个左边的头车变成了八字形 来那辆车很快 你驾不到,因为你冲了出来 你冲了出来就没办法 就要回复离拖走 就是那些拖车 新车落地三个月真的很严重 毕竟车都撞了 没事就好了 很心平气和的,因为自己有错 事实上你小路出大路,他怎么快也好 你的责任应该是大那一方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他就说很平静地问对方有没有事 也问对方有没有受伤 是白人的 是白人的 对方很有礼貌 亦都说我没事,看看我 什么事都没有,和我还说笑 之后我就觉得此时此刻 英国真是个好地方 如果在大陆他肯定会冤枉你 大陆也不一定不一定 先听着 亦都说 他说我和他坦白就是自己 没有看清楚 让字 即是 gipway 我都和保险公司说了 亦都大家抄了对方的资料 拍好照片 亦都报了保险 因为他说没有受伤 大家都是车损好了 所以他就说不用报警了 他亦都说就算报了警 他们警察都不会来 事实上是,如果说上述状况是 所以他们就说 他就说 开了照片之后 大家都心平气和地离开 以为没事 还觉得自己不好 但是英国好人租很多 居然他都没有骂我 我英文也不好 但他都很有耐心地解释给我 谁知道 第二天保险公司打来 就说对方有东西 要报告 有第二种说法 就问我究竟是不是我说谎 因为对方就说 其实他是有受伤的 当然我突然之间晴天逼励 明明他跟我说自己没有受伤 还跳一跳地表示自己很精神 而且对方就说 会找律师来追讨 如果有什么会进一步法律行动 甚至会提高 反转猪肚 但是说句老实话 我觉得如果是我 我也会报警 我也会报警 起码下报告 因为我之前有亲戚也试过 之前没有事 后来他说有事 即是对方 所以报警的表明就好一点 我宁愿有什么事情 就算送他去医院检查也好 起码有个安心 我就这样做了 不知道各位怎么想 小车和应该不需要吧 即是不知道 他就说这一下我火都来 本身对方认了自己没有伤 为什么还要搞我 我弄自己的车已经够贵了 大家的保险就算了 现在我见识过什么叫人讲人话 鬼讲鬼话 幸好我有车机器 全部交给警方处理 还有他亦说 都特意去保险公司 因为自己英文不好 特意去保险公司 是跟他们说清楚 电话说不清 这个就是他们比较弱的地方 说电话不行 说电话不行 终于保险就跟我说 你的车机器就被警方接受了 但是 都不可以说他是无伤的 不过 现在只可以等进一步调查 谁说谎真的不知道 也要我认真去等 只有等字 当然 我觉得在这样的时刻 除了等就什么都做不到 除了等就什么都做不到 就说应该等两个星期 就有结果了 如果对方受伤 那也是保险 因为他有保险 这一下就好 有些人连保险也不买就不行 在澳洲很多留学生不买 真的糟糕 千万不要 说明千万不要 但是这样说 你清理了保险 因为如果他有受伤 你七年加的保险可能不太厉害 很厉害 对 你想想一下 其实小小的加通质固和大件事 加上的银子当然不同 每年的保险当然不同 大单的你不清理不行 如果是小小損伤 那些就自己硬了好一点 对 好像我这样 如果我玻璃有什么选号 如果 这个Asses Speed 你们是多少 我不知道你们是多少 我呢 是五个水 但我整块玻璃400元 那我为何要Claim 你说是不是 嗯 那他就说 这部车也有时间没修复 只怪自己伸手 唉 零件因为不够 物流也不够 加上现在 有这个战事 所以 有时间等 不知道半年能修复 不过也不够 真的 可能半年 它是什么车款 这么厉害 它是靓车 它是靓车 奥迪 其实很多有钱的 新而英港人 挺喜欢奥迪 我看到 上次有一个也是这样 上次那是被人追尾 那也是奥迪 那也是奥迪 但是也很多人在 Benz Benz 被人偷了四个车 挺可憐的 那部是靓车 二手车也有九万磅 你想想原价是多少 那部车很贵的 那部车 这部车 每晚都要四五万磅钱 不便宜 不便宜 他也说 有些东西真的不要省 该买什么保险就买齐 车cam都要买 虽然现在不知道车cam 的资料 是否真的可以对我有用 但起码都有条片 这样也对 你说得对 有种比没有 有种比没有 也有人说 最好是前cam 后cam 也有 但是你要小心 它坑烂的玻璃 可能还可以拿 亦有人说 请问是否买车时 售客会介绍车cam 给客人 或者在哪里找到 这些是没有吧 这么漂亮的车 应该跟车一起来 不会另外再装上去 对 我也觉得是 你说得对 原装应该有的 有人说 其实在阿茂逊和麦碑 都有得选择 如何安装的话 就自己搞定了 嗯 其实我有一些上年纪的亲戚 他们不是买那么漂亮的车 但是车cam 很便宜的 在大陆淘宝其实都可以 真心地说是可以的 没有什么特别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当然有些是高清一些 也有人说 本地车行和维修铺 都有安装服务 不用吧 这些也要吗 很简单 我看过以前旧同事 自己安装上去也有看过 很简单 很简单 插一条线后固定好它便可以 不知为什么他们什么都说得很难 也有人说自己安装很厉害 洗碗机、洗衣机 他们都觉得很难 开架车也觉得很难 车时也不知是车时 这一刻搞笑 也有人说 我也试过糟糕 不过我是被别人怒 我停下车在停车场 结果被别人大力碰了一下 幸好有车cam 马上要他留下纸条承认责任 马上把照片加上责任书 送给保险 保险公司便安排我去维修 还要安排另一架车 让我使用 拿得挺好 我们也是 我们也是 还要看看你能买到什么级保险 当然 你只是买一些公司 即是 inclusion 里面的东西 不知有什么 每间公司每个政策都不同 对吗? 每个政策都不同 也有人说 你买哪间? 他们就说 A字头 A字头我老爸以前也有这间 也有人说 其实 有什么呢? 叫警察比较好 对 真的 你不要嫌疑 我觉得 因为有时候 警察不离是一回事 警察不离是一回事 但是如何呢? 警察也会录个姿势 在电话上录 不过你英文不行 这个忘记了 有时候我在以前Canberra 如果这些事情 是可以上网写个姿势 即是 你自己 怎样怎样 之后 叫对方也写回一个 大家留一个 记录号 都是好事 有些保险公司是需要的 有些保险公司是需要的 小心一点 小心一点 也有人问 你是不是 刚才有人说 在停车上被人怒 你是不是 停车后 离开了 所以有些人 特意打算撞你架车 然后有些人 有可能 这个也有可能 这个也有可能 这么害怕 不过那部车 可能是装车 不是那些 自己的车 当然不会 那么爱适合 亦有人说 我买完东西 准备走的时候 想着车 谁知道 有一部车 撞起来 这就麻烦了 亦有人说 其实你也是 不幸中之大幸 人没事就好了 你说的都是新手牌 所以 小心一点 那也是 那也是 亦有人说 其实 每间保险公司 都差不多 真的要很有耐性 你每天吹都没用 他说 两个星期就可以得出调查结果 我都觉得很快 我上次 要等四个星期才有调查结果 其实我觉得四个星期 也不是很久 在外国就是这样 外国就是这样 亦有人说 最好就要小心点开车 英国有很多人开车都很发猛 其实很多BNOGERS 都很发猛 不要说是什么人 什么人都有 也有得不好的人 亦有人说 其实是否真的是白人 还是东欧人 唉 很深 不要那么浅窄好不好 也没有看到这些民族 亦有人说 我非常好奇 小路出大路 为什么你的车可以搞成这样 因为来的车很快 你开得快 他也快 他也快 但是他没有遇到你这么差 事实上 有时候我都会小心点 我都不敢 我出来的时候 就算我过一些 有看到前面的路口 我都会注意一点 或者是稍微慢一慢 你会搞大马上 也会 因为你不知道有没有人 发鸡猛这样冲出来 真的 另外 亦有人说 这些不就跟林郑一样 说了是又说不是 很远 跟林郑有什么事 林郑有试过这样吗 不过这样 我又觉得那个白人 可能她也对 她当时不知道自己那么大事 大家回去 因为有时候 你的五藏六虎 你不是突然有反应 也是 对吗 对吗 所以 老实说怪就怪 你真的车技太差 和太过漏 这个也好 其实每个人驾车 都是有教训的 这个也是现实 有一个经验 因为你都是新牌子 还要在B&O祖国驾车 是的 你在香港那套用不着 在B&O祖国 这是私了 B&O祖国也有私了 但是看看对方是什么人 以及看什么状况 你现在就搞得一呼也是 是的 原本可能 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沟通上 有什么问题 突然间反转猪肚 也有些喜剧性 是的 事实上初初没有报警 第二天才报警 那一刻搞笑 可能他晚上冲来 原来很痛 这里痛那里痛 是的 不过也有可能 我们不是说白人错 我们也是说 就是习惯自己没有好驾车 不过这个 新手仔总有 这些困难 我们很忠诚 因为他是什么人 或者是什么底屎 但是我自己也试过 我们有同理心 你发生了交通意外 是很麻烦的事 要做很多手续 每个人都试过 如何多或少都有 一般来说 如果不是炒到整部车非常严重 就是和对方说 试一下解决 是的 那些是很小事 要么就不小心碰到 刮到别人 就是这样 如果真的炒到整部车 不能移动 损毁非常厉害 那没有办法 就是要麻烦 一出到这个程度 老实说 来到别人的地方 人生路不熟 都是努力适应 駕车也是安分手 说得对 对 除了不熟悉路面情况之外 还有很多交通繁忙 你尽量不要駕得太快 是的 安全第一 很可能对方老作是因为身体不适 想要入环理数 我觉得 可能他真的有些事情 我们不是帮白人 但是 因为当时他说没有事 但之后真的有事 真是不知道 查便可以查 这个只可以这样 查便可以查 该负责任 该负责任 不是怎样 不该做的事 都是做了 搞到自己的车 又烂成这样 搞到别人又可能有事 亦有人说 最终 都是有时间 要清理那份保险 应该下年保费加很多 这个肯定 不用说 不是应该 是绝对 亦有人说 希望没有下一次 你是不幸运 但是 开车真是要小心 尤其是你新手 不要以为自己考到牌 就等于懂得开车 这个是事实 考到牌真的不代表懂得开车 亦都希望你没事 亦有人说 不幸中的大幸 两个人都没事 嗯 那也是 那也是 哈哈 亦有人说 不要以为人家下车跟你吹水 他就是觉得不需要负责任 其实最好就是 叫他写一份statement给你 说自己身体没事 但是当时他新牌子可能都很慌 对吧 你新牌子很慌 真心地说 亦有人说 又说香港 我在香港时 就是持有T牌加哨兵模式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T牌 T牌即是新牌子 哨兵即是怎样 不懂 但解像度真是灰灰的 駕T车 已被定位做Tesla 所以一定要额外加CAM 以保清白 来到英国 T车性价比不高 是Tesla 嗯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而很多新款 EV 都比香港快有得买 所以买了炮菜H牌 哦 H牌是指现代的电车来试一试 只能靠车CAM 这样说 他们说的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不是香港人 不知道他说什么 当然下面也没有人回所 也可能不知道他说什么 也有人说 对方是什么人 这么奸奸的 白人 就说了 对方应该是白人 因为是一个传统的白人性 不过我相信不关人种事 是人性 我觉得也不关人性 可能他真的受了伤 你现在只是假定他冤枉你 但又不一定 我说句老实话 因为有时候你觉得没事 我一次也是坐在亲戚车 我都觉得没事 但回到去 原来那个 当时我真的觉得没事 但原来那个 seatbelt 是很紧的 原来那些肌肉很痛 最初是不知道的 你回去 有时隔了一阵洗澡的时候 你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所以可能他就是 或者这样 你也不出奇 真心地说 真的不出奇 也有人说 不过 有件事很意外 事发地点 就是附近间屋的人 主动出来 为问我有没有事 是 还拿了两杯咖啡 让我喝 原来他刚刚 是不小心 开花了我老婆姐姐 哈哈哈哈 你附近也好扮 我想正常人 都不会为难民居 这个我觉得而已 看看损毁程度 太大的刮痕 都要追讨 追讨而已 但是 不会突然反转追讨 最好维持 一个好的木论关系 互相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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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小心出来了 慢慢出现 慢慢出现 因为你看不到 你又不可能不让人拍在街边 有人说人无事就好了 事主说 我心灵受到创伤 居然有白人骗我 你什么人都会骗的 是你们把白人看得太高 你未证实他是否骗你 可能真的受伤了 是的 也是那句 谁叫你自己不小心 要怪就怪自己 亦有人说 其实人无事最好了 你的车也算是小车 所以 维修起来也不难 你说半年是否 他就说是 保险佬就跟他说可能要半年最多 给你一个心理准备 那也好 如果你几个星期收好你就会开心 那就开心 是期望管理来的 是期望管理来的 亦有人说 其实做人 什么都要小心 好像我老公那样 他在Wanderbilt 就被人撞 他好心 不想阻止后面的车 又好天真地相信对方 所以连照片都没拍 就直接开一边谈 谁知对方后来就反口 不认 最后 什么都不做 真是 不知道原来英国人也有人这么不老实 你不要听那么多图结 该做的事 该做的程序你也要做的 你们就是太看得高了 以前你们是 是洗脑给苹果日报的那些人 他也说 在这里提醒大家 一定要有装车卡 如果不是 保险有时候没有证据 是不会帮你工作的 对啊 没错 希望这位市主就快快没事了 因为都挺麻烦的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